中国是一艘航船 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船上 这艘船要行稳自愿 每个人既要各司其职 也要不掉一职 我叫周汉明 2004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 2007年出任民建中央副主席 连续三级 一个工人出身的我 能够在1978年考上大学 所以我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 同进步共成长 我成为在改革开放之后 法学领域 邱先生第一个学生 我们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现在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我是第一位硕士研究士 所有的学生证 当时是001号 这一记忆我就永不往怀 上海我是生与世 长与世的地方 我对浦东的开发和开放 历尽棉博 是浦东开发开放之初 我们号称八百壮士之一 1987年成立浦东开发开放 研究小组 小组一共就是六七个成员 我是小组最年轻的成员 我们草泥了三十二部立法的框架 总的来说 这对人的断裂是实在是巨大 我所以很感念这个时代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中国申办世博会的想法由来已久 因此在2001年的10月 中央和上海协商以后 要求我出任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 前往巴黎申办世博会 这样一场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竞争 是前所未有的机灵 有韩国 有俄罗斯 有波兰 有墨西哥 有阿根底 我就住在中国驻法使馆 一共是13个月 在2002年12月3日 中国赢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 我们最后上海世博会 来了190个国际 当年联合国成员国是192个 我们请到56个国际组织 最不容易的是 上海世博会 闭幕那天 10月31号 我们的论坛通过了上海宣言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我们 将这一天确定为世界城市 这今天在世界上 唯一一个 由中国人的世界 所命名的世界人 而且每年 要予以隆重的纪念和庆祝 这就是使国 留给未来的畅想 这张照片真是构起了我的往事 那就是2010年5月1号到10月31号 上海世博会184天连续举行的时候 有一位长者 这位王耿仲先生 他是我们民间人 他那一年已经106岁 我和他交谈 他满心欢喜 想去看世博会 他这种灿烂的笑容 我从来没有看到 2018年 静博会在上海 拉开尾 那个时候 百年未有着大便局 已经拉开虚 2018年的 11月5号 首届开 到现在五届 五届静博会 我都在第一世界 到访 做深入的 第一线的调理 就人们为什么而来 来了又做什么 就静博会 他不仅仅在于 每年一次的进口 聚会 在逆全球化潮流中 中国坚定地走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 继续搞定 经济全球化的形势 全力推动 贸易自由化 投资便利化 向前发展 所以静博会 具有无限威力 我身兼多 其实对自己来说 是莫大的挑战 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 知不足而勤学 是笨腰而兴奋 我是上海社会主义学院的院长 做了十年 澳门第一任的特首 何厚华先生 他倡议 每年要送50名公务员 到上海来培训 而且把他们特别请到 上海 社会主义学院 再给他们上一课 通过实践 认同我们国家政治制度 我感觉 我们十年 迈入新时代 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 也就是从2013年到2021 那就是我们十年中 九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38.8% 这一数据其实 要比美国高出 20个百分之 我们都是时代的产儿 我荣幸的是 能够在这一时代 紧紧地追随 认真地履职 一个知识分子 能够零距离地为国效劳 那是一生的荣幸